华为灭泽石全面屏加70970或称为年度旗舰 天猫日显给出一个数据称 华为灭泽石近一个月的热度空前高涨 被搜索了无数次 眼看时间已经推到了三季度了 这款华为年度旗舰新机以及70970芯片 也开始步入上市发布的快车道 根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 上周他们有机会采访到了被誉为Mate之父的华为手机产品副总裁李小龙 后者也就关心的Mate时揭示了部分细节 李小龙称 华为认为云端的集成AI是不够的 我们打算直接在手机上安装AI 并赋予设备的自我学习能力 据之前报道 这款AI能够在普通文本和语音指定的基础上理解图像 早在Mate 9 华为就开始使用机器学习算法来分析用户的行为习惯 以优化手机性能和内存 李小龙表示 这款集成AI会在基础上更进一步 但他拒绝透露将来是否会应用到其他别的手机上 此外华为将继续持续创新EA MIUI 届时 Mate时将安装最新版的EA MIUI系统 除了配备SUNY版的70970处理器 Mate时的电池也会有所改进 据李小龙介绍 华为正在努力研究如何延长手机电池的使用寿命 字幕志愿者 李小龙介绍